我们刚刚其实录了半个小时 但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按录制按钮 什么叫流水的CP铁打的周深 前段时间还在看陈楚生和周深 这两天就刷到了周深和再就业男团的视频 咱就说神神在娱乐圈的人原因太好了吧 这跟再就业男团是怎么认识的呢 抬起小手考古一下 其中刚露虎无疑是最熟的了 也想不到这俩竟然是在露虎建的外卖优惠卷群里认识呢 点完餐之后不是要分享优惠卷吗 就是他也在那个群里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这个分享那个点餐优惠卷的群里的认识 这里只录一下蒙面唱将综艺 周深在节目上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就是他跟露虎的第一次合作 当时的周深出道已经四个年头了 为了让大家跑给长相和性别的偏见 好好听的唱歌 周深穿上女装 蒙致敏参加了这个节目 当时台下的大张伟猜到他的第一句话 不是像别人一样去夸他唱的有多好听 而是在说 周深你怎么还不哄啊 你太可惜了简直是 可能在大家眼里真是一种幽默的说辞 但在周深的眼中 原来自己的努力真的有被人看到 原来真的还有人愿意听我唱歌 而不是听到歌声后说 周深唱成这样 好听是好听 厉害听起来也很厉害 但他如果是个女生就很普通了 我觉得在否定我在音乐上做的一切的努力 而因为露虎对周深的了解 在为众地板少年做出主题去牙时 露虎便把演唱人给了周深 因为他知道他是很积极向上的人 都是从不被人看到 到现在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觉得周深是否最适合唱这首歌的 就根据周深的声线做了去 只是前期卖关子 倒是把人给忽悠住了 牙可以说吗 牙是一个音乐圈顶流唱的 这音乐圈顶流一出来 每出歌之前 大家的好奇心是拉满了 但张远你先别想 因为搜到周深和张远的早期视频 感觉不是挖到什么大的东西了 早前周深演唱了电影东游的主题曲 而这部电影的男主是张远呢 这服装造型放出来 你别说有点黑历史的样子了 之后你说同框吧 这俩是真没啥同框 偶尔在音乐节目上碰在一起 此下还真没见过他俩有啥互动 但有时候吧 石佩都也是一种宣学了 在个人直播间 唱同一首歌这样的联动现象 据网友统计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且更巧的是 有人把他俩的唱歌音贵合在一起 莫名很大呀 尤其是两人唱杀手时的和声 这真的不是上来好的嘛 之后这件事还被粉丝传到了张远本人的耳朵里 我天啊 这没想到啊 双醋狂醒这不是啊 有机会还是希望两人能合作一次 真的有点期待他俩的舞台 最后那就是苏醒了 你别说刚开始提到名字 我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这俩到底要下关系 但一搜好家伙 2019年周深苏醒 在音乐节目里还一起当过评委呢 之后的奔跑班里也有同框 但也都不多 比较惊喜的应该就是十方音乐会时 出现在苏醒的Vlog里 三人组选歌 选成了周深唱过呢 这可把苏醒路虎为难坏了 正经的 今天咱们选的这首歌 已经排练完了才知道之前甚深唱 换歌 换歌 换歌换歌 真的 没办法 害怕 就是有这个版本在就不敢唱 不想以后在歌坛的道路被刺 看看一旁给我是委屈的 这可不像风沙哈 但也实话实说 开玩笑啦 最重要的 难道不应该是 在楚苏组合和声声不息之间 夹着的陈主生吗 来自大猫小猫 争风吃送香的剪辑 不愧走到那儿都是大A哥的陈主生啊 对待俩弟弟那都是相当成 尤其是跟周深 上个节目两三期就热露了 各种体贴啊 看得不是笑开了花儿了 原来声歌大半夜才到 一点到 真是 那不就是因为等你 屁屁 等你等了很久 告诉你周深 屁 昨天大家等你等得很晚 屁 那么既然如此 我真的强烈建议 带上周深 去参加一期老友记嘛 跟各位兄弟们都这么少 玩起来肯定也有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还可以叫上蒙素龙 当时看生生不息 就喜欢他俩 而且啊 跟周深一样 汪苏龙跟这几个老哥哥 也是很熟很熟的了 尤其是跟陆虎 当时陆虎准备 跟希希求婚的时候 就直接告诉汪苏龙了 当然 要说乍链 那还得是苏醒 上节目跟汪苏龙 比CP这件事 这也就是当年了 放现在 这种应该都不让播吧 绯闻男友 还睡过 你俩到底是在比什么样 就是我有一个绯闻对象 是男的 是男的 并且我和他睡过 和他睡过 睡过 绯闻男友啊 我们还是有的 咱就是说 知道汪苏龙 徐良和苏醒张远的 应该一下子就能想到了 那与两对著名的绯闻对象 一个说徐良暗恋自己 一个说对汪苏龙的感情 超脱兄弟情 我的好兄弟汪苏龙 谁说他是我的好兄弟的 谁造的谣 真是的 他只是一个女朋友而已 而苏醒张远嘛 看到评论区里的苏太 我是明白了 合着是苏太太的意思呀 因为关系好 甚至连结婚照 都有人给他俩批 采访时 说喜欢什么是 苏醒 那也是直接两个字 张远 不敢想象 当年的CP粉 吃的有多好啊 你喜欢的到底是 你的主持搭档 还是你的舞动搭档 我只得了两个字 张远 是不是一个在背后的男人 好嘞 当然了 主要是关系好 人家不能说了嘛 搭档方方式 友情 藏着掖着是爱情 到现在这两段 那关系也是好的不行啊 这种友谊 放到现在 那还是本质贵的 好了 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吧 美客国成年老堂的我 得去挖宝了 最后插一句 周深二专要来了 重要的是说三遍 期待期待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的备材 over thank you 各位老师 我们下期待期待